Yo 大家好 我是William 最近武漢肺炎弄到滿城風雨 央及全球人人都非常擔心病毒 無時無刻都要做出安全措施 除了戴口罩保護自己 更加要做足衛生消毒習慣 酒精消毒人人都知道 但現在非常時期酒精很難買 就算買到酒精噴霧都不太好用 最近有報導有個女生不少使用的酒精噴到全身都是 誰知道著火燒傷了 另外雖然1-99的漂白水都可以消毒 但漂白水的味道真的不是人人都能接受 而滴露加水都會有味道 而且滴露也很難買到 買小小支也很貴 所以我今天就提供兩個更好的消毒方法給大家 第一種就是自製銀利子消毒水 亦有人叫膠性銀 銀利子水是無味無毒 對皮膚是無害的 方便噴在衣服、家具甚至餐具都可以 但我不建議大家用來直接飲用 用來殺菌絕對一漏 在街上買是超貴的 現在肺炎情況嚴重 市面上也是非常難買到 但這些其實不是什麼高科技 我們家裡也可以自製 其實這個方法在古代已經非常多人開始用 很多專家都不會告訴你其實這麼便宜就可以做到的 因為為什麼呢? 賺錢嘛 有關這個銀利子科學資料的功效 其實已經證實 已經可以殺死超過600多種細菌和病毒 原理是用氧化作用殺死細菌 大家可以上網找一下 我都會在下面提供一些連結給大家 好 我們現在爭取時間 現在立即準備好材料開工 材料非常容易找到 最重要就是我們要有999純銀 在一般的金譜地方都會很容易買到 大家可以買一些銀幣 或者是銀條也可以 我就買了一些銀額 最重要就是4條9純銀 很簡單 我們準備一支7-8公升的水 一定要蒸餾水 記住一定要蒸餾水 非常之重要 還有一個大一點的容器 準備1-3粒的9W電芯 1-3粒都可以的 3粒做快一點 1粒做慢一點 還有一隻木筷子 還有一張保鮮紙 最後蓋住它 還有一個這樣的 兩邊都有夾的電線 OK 在一般的電器店都會買得到 還有一個黑色的膠袋 就是這麼簡單 8樣東西非常之容易買到 好 我們開始做 首先呢 將一個蒸餾水 這隻就是7-8毫升的 我倒進一個容器 容器我已經預先消毒了 用這個100度的滾水消毒了 把水全部倒進去 然後我們就用一隻筷子放在上面 這裡有一條電線 我們不用管這個蒸腐極了 每邊夾一隻小銀額 我們的做法 就要把這個小銀額浸下水 但是夾那個鉗 清奇就不能浸到水 因為那些我們要是銀來紙 就我們不要夾上面的金屬 我準備了三顆電芯 其實一顆也可以的 一顆就慢一點 三顆就快一點 我我要這樣組繫 對啦 這樣組繫 將它組繫 就可以快一點 這條線呢 我就把它撕開 撕開它 對了 記得呢 那個鉗就不能浸到水 可以浸泡水 這裡看到你的眼睛是分開的 盡量浸在水中 但是鉗子就千萬不要浸在水中 否則溶到水中 那就不行了 電芯就這樣組好了 然後把它夾 就不用理正闊極了 夾在一起 它就已經在 起作用 就是這麼簡單的配置 然後衛生起見 我就把它蓋上保鮮紙 就不怕灰塵 骯髒東西掉下去 銀尼紙就會這樣製造出來 大概浸泡一晚 就可以了 我們就要把一個膠袋 最好是黑色的 把整個裝置蓋住 不要照到太陽 因為太陽光會把銀尼紙變成銀 作用就沒有那麼好 就是這麼簡單 我們把整個裝置 把整個裝置收到沒有光景暗的地方 千萬不要被陽光照射到 大概放一晚 那些銀尼紙水就會製成 做完之後 可能上面有些銀 浮在水面 就不用理會它 所以我們用一個濾紙 或者用一些濾網 就過濾了那些雜質 那些水就可以用來消毒作用 那些水就可以用來消毒作用 那我們現在呢 就介紹第二樣東西 這個東西 就叫做二氧化綠 二氧化綠 這隻就是二氧化綠的軟劑 其實它很簡單的 它就把一粒的軟劑 就扔進一支 一千毫升的水裡面 然後它就會溶化 之後那些噴霧就可以用來用了 二氧化綠 台灣是非常熱的 養魚的水族管 有得買這些軟的 那些魚就不會說有細菌 不會說有什麼病毒 連青苔那些都會沒有了 因為它全部是殺菌消毒 它就無色無味無毒 那這個二氧化綠是非常非常之好 用來殺菌的 甚至現在很多醫院 都供應在醫院裡面 都是用來做殺菌的 那這裡呢 我就會給大家一些資料 我就在這裡買的 那這個QR Code 對了 那大家可以上網看看 應該還有得買的 那其實一粒這些軟 扔到一千毫升 大概可以用一個星期左右 那它的效力就會慢慢減弱減弱減弱的 那我就建議 就把它撕開一半 也都扔到500毫升 這樣就分兩次 那可能一個星期就換一支 儘量噴完消毒 這樣就用完就算了 那二氧化綠的資料呢 其實台灣那些很多網 已經介紹到爛了 但是香港比較少人用到的 它是可以清潔、除臭、殺菌 非常之好用 醫院都會用得到的 你想想想 甚至是醫療用品 你知道 做手術刀 你都可以用這一隻來消毒 所以是非常非常之正的東西 OK 這麼快又回來了 那這個已經完成了 OK 其實是很快的 因為三粒電池 其實幾個小時就可以了 怎麼為之OK呢 對了 等一下 這裡這樣 看到很多浮上面 其實那些是銀的particle 就是銀的粒子 它那些離子化之後 變成粒子 那就已經完成了 如果一粒電芯 通常就要一晚 如果我現在三粒電 幾個小時就搞定了 真的想不到這麼快 那我現在先脫掉電 OK 那就很小心 這樣拿出來 我們會看到一些銀 這些有些黑色的髒東西 就不用擔心 那這些呢 其實我們用一些布 濕布 就拿一些清水 不要拿一些化學物品 洗潔精那些 對 因為我們下次真的拿來用 就清潔它 我們可以再重用 一直用到的銀 越來越薄 越來越薄 都可以的 直到沒有為止 OK 那我們現在這裡 這一點呢 好了 我現在準備了一個杯 杯 我就綁了一個 濾網在上面 如果沒有濾網 其實我們這個口罩中間 那塊 其實都是一個非常好的濾網 如果真的沒有的話 或者省了一些口罩 我們可以買一些 咖啡 渣的紙 其實 到處都可以買的 我把這些水 倒進去 過濾了它 對 慢慢倒進去 那些粒子 就過濾了出來 OK 現在這些水 就可以用了 直接可以用了 說就說 這些是黎子銀的水 那有什麼證明它是黎子銀水呢 我們試試它的水 其實倒不倒電 就知道它是否黎子銀水 對了 那我們用這一條線 我們拿一塊電芯 另外呢 我就在阿表家買了一盞 12W的DC燈 那就是電芯用的 千萬不要買錯AC 是DC 那我就買了藍色 那這樣的 一條很簡單的線 那我現在怎樣做呢 我把它隨便夾住它 那 紅色 黑色的角夾一邊 那另外那邊呢 那我夾紅色 對了 照這個這樣的串聯電路 我就可以知道那盞燈 能不能亮 是不是 我這裡直接這樣碰 它會亮燈的 是不是 但是 如果我這樣放下水 它一定要那些水 是經過黎子化通電的 才亮燈的 我現在試試 如果亮燈 就是說裡面的黎子銀水 是成功的了 大家看一下 拍給大家看 這裡 倒下水 是不是 它有微弱的燈 亮了 是不是 看到嗎 就是這個黎子銀水 已經是成功了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 拿一個類似我們用完的那些瓶瓶 最好就有顏色的 就沒有透明的 就可以防止那些紫外光的陽光照射 而令那些黎子銀水的功效會慢慢的 沒有那麼好的 所以我們盡量把那些水 如果未用的那些 我們拿一個瓶裝著它 然後拿一個全黑的 最好就完全沒有透明的膠袋 封住它 放在沒有陽光的地方 那就可以保存 一般都可以保存兩個星期左右 都沒有問題的 OK 那我們現在把這些水 當然這個瓶裡面已經消毒了 那就倒下去 入了瓶瓶之後 我拿回一些平時 用完化妝品的瓶瓶有顏色的 我就貼著消毒噴霧 那就不怕拿錯其他東西了 OK 這裡呢 其實這些噴出來 噴衣服也可以 噴背囊 回到家 除了一件外套 整件這樣 到處噴一下 那就已經可以做到非常好的消毒效果 但是呢 因為始終這些是我們自製的 效用非常之好的 殺菌絕對沒有問題的 但是呢 我就不建議 就用來這樣用 OK 用來平時殺菌已經是非常之實用了 好 再加上我之前說過 這個二氧化綠的軟軟 也是非常之好用的 就簡單方便 但是如果大家想買呢 我可能經過今次說過 可能大家就已經去搶了 我不知道 這兩樣東西 大概是一個多兩個星期左右 它的效用就會慢慢低 其實跟滴露那些一樣 但是它無味無臭 它非常之好 就不會傷害到我們那些物品啊 皮夾啊 甚至對那些風衣 又怕那些酒精會傷害到 就不是那麼好 但是這兩樣東西呢 就絕對沒有問題的 好 今次介紹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這些片的朋友呢 記得記得給我一個like我 還有訂閱我這個頻道 按旁邊的小鈴鐺 那有什麼新片呢 就會馬上通知大家的了 好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好 對 你 mast